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,长期露宿街头的街友,常因缺乏定点定期的沐浴空间,无法洗澡而留有污垢,给人留下负面印象。 新北市政府社会局与青海无上师世界会沟通获得支持,捐赠一辆价值上百万元的洗澡车,取名为爱海二号,将在街友聚集活动的区域定期,定点学回, 提供街友们安心洗澡的隐秘空间。 青海无上师世界会北区负责人张又全在今天的捐赠仪式上说,2005年捐赠爱海一号洗澡车,是新北市唯一的一辆,13年来,累计服务约6万5千人次的街友景深沐浴, 但使用多年已见老旧,出现刹车不灵与管线漏水等问题,因此决定捐赠一台全新的爱海二号洗澡车。 新北市街友外展服务中心督导陈俊谷说,洗澡涉及隐私,是街友的一大难题,如使用体育馆,公共厕所等场地,容易招致社区反弹, 久而久之,像洗液煤的洗,造成肮脏懒散的形象,原有的唯一一辆洗澡车,因为老旧不堪使用,考量安全只能在三节活动期间开出来供街友使用, 这次获赠全新洗澡车,将会以主要街友活动的地点,重新规划定时、定点的服务方式,让更多街友享受洗澡的乐趣, 也找回身为人的尊严。陈俊谷督导说,打造洗澡车厢的业者赵先生说,一般卡车车厢约9至10万元,洗澡车厢要改造窗户,配管线等,价格约33万元,加上车头约80几万,一辆车要价上百万元。 代表市府接受捐赠的副市长吕卫青说,青海无上师世界会一直与市府共同辅助弱势的好朋友, 平时就会捐赠各类衣服、鞋子给街友使用,这次继2005年之后,再度捐赠爱海二号洗澡车, 对街友来说,是阔热天气下的及时雨,也能带动社会的正能量。 对街友来说,是阔热天气下的阶段。